未感念先人每年在春节前夕 许多民众都会前往 孝恩纳谷塔祭祀祖先 五谷区公所民政客长游国欣表示 由于还在疫情期间 民众进入塔内祭拜 需遵守相关防疫规定 全程佩戴口罩 农历年前要上去 我们孝恩堂纳谷塔祭祀的民众 如果再进去室内的话 一定还是要做防疫的相关工作 一定要戴口罩 那现在在户外是可以不用戴口罩 但是因为这个年前 如果有上去祭祖的人潮很多的话 为了避免这个相互感染 然后做好防疫工作的话 还是希望说民众能够戴口罩 游国新科长呼吁 虽然户外规定可以不用戴口罩 但由于疫情人处高峰期 加上祭拜民众很多 为避免群聚感染 还是建议民众在塔外时 保护自身 最好还是戴上口罩 愿大家都能平安过好年 记者回宣物采访报道